观众朋友观众全球热点与您真诚互动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3月10号是西藏抗暴53周年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 藏人和其支持者在世界范围内 展开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和抗议的活动 随着最近的一连串的藏人的自焚 抗议的事件不断的升级 使中共对藏人的迫害 人权迫害这一事情成为世界各国 以及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 究竟在藏区发生了什么 藏人的诉求究竟是什么 藏人为什么选择如此惨烈的自焚的方式 来进行抗议和呼吁西藏的路究竟在何方 那么围绕着这一系列的相关话题 我们今天将和观众朋友展开讨论 那么在讨论之前先请大家观看一个短片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以及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出席了这次活动 洛桑桑盖发表了讲演 强力地谴责了中共当局对藏民的暴行 洛桑桑盖说 今天西藏没有正常抗议的空间 藏民们被迫采取极端的方法 例如自从2009年来 已经有26名藏民自焚 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 一直反对这种极端行为 虽然我们做出这样的故意 藏民依然持续以自焚方式抗争 在2012年已经出现了14例 最近的一起自焚事件 发生在3月6日上星期二 一名藏族青年自焚而死 反映出藏民对中共政策的日益不满 根据人权组织分析 在过去一年间发生了25起藏人自焚事件 至少有18人丧生 达赖喇嘛指 这些自焚事件是中共文化灭绝政策的结果 3月10号是西藏抗暴53周年纪念日 联合国大楼前三名藏人的绝食 也已经进入第18天 数千名藏人在联合国前集会抗议之后 从42街横川曼哈顿来到中共驻纽约领馆前继续抗议 藏人表示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26名西藏人自焚 这是对长达50多年的中共残暴统治的爆发性反应 这是唯一的唯一的唯一能看見 Is that there is no human rights in Tibet 是否是在腿上的人 debido这次国内运动于中国的流行 藏人还表示 如果中国大陆的民众了解西藏人的遭遇 一定会支持藏人对中共暴政的反抗 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如果中国人真的会知道什么在乔巴 那么中国人可以感受和支持藏人的反抗 所以再次 如果中国的民众完全离开了中国 不仅仅是乔巴 但中国人和乔巴 两人都会享受自由和自由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藏人抗暴53载西藏路在何方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您也可以通过Skype与我们联系 Skype的ID是RDHD2008 中国的大陆的观众朋友 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 400-670-1668 接通之后再播899-116-0297 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网络及时的收看 而收看的网址是www.ntdtv.com 那么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通过爱博电视及时的收看 无需翻墙软件 爱博电视的下载地址是 starp2p.com 好了 今天我们先介绍一下在场和连线的几位嘉宾 那一位是西藏问题的分析员 龚嘎扎西先生 那另外一位是资深的时事评论员 恒河先生 我们在线上还有民主中国阵线的副主席 盛雪女士 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 刚才我们的片子已经看到了 今年的这场抗暴53周年的纪念日 规模可以说是非常的盛大 印度和纽约都有几千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为什么这么说究竟这个情况怎样呢 我想先请龚嘎扎西先生介绍一下 是 每年的三月时日是在西藏近代史上 非常重要 而且一个非常难以忘怀的一个日子 所以在1959年三月时候 在拉萨西藏人民 抗暴之后 到今年整整是53周年 那今年为什么会从规模 那个人数 声势比以往不同呢 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中共统治西藏至今 从59年到现在整整是53年 在53年当中 中共对西藏所实施的各方面的政策 是西藏人民难以接受 而且最近一年来 从2009年到现在 西藏连续不断的发生自焚事件 今天最新的报道 在西藏阿巴地区 又有一名年轻的自焚 所以总共加起来 一共是27名西藏人 平均年龄都是25岁到30岁 所以他们是没有看过 1959年之前的西藏的社会 中共所谓的长在红旗下 生在红旗下 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西藏人民之所以 采取这么一个措施 很明显地表示了 中共在西藏所采取的政策 是失败的 基于这样一个原因 在凌亡海外的藏人 通常扮演一种 西藏的自由代言人的角色 所以不管是在西藏各个地区 在海外各个地区 以北美来讲 今年3月是在24个地区 进行了各种形式 各种规模的53周年纪念集会 尤其大纽约地区 跟新泽西州的藏人 在纽约联合国广场前 大概聚集了3500多人 其中包括儿童年龄 男女老兽都有 这明显表示了 因为境内境外人民的呼声是遗址的 我们没有忘记境内藏人 为西藏奋斗的那些 我们永远无法忘了 这么一个意义存在 之所以发生今年310规模最大 人数最多 声势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横克先生我想请问您一下 您对这个规模盛大 这样一个活动 您有什么样一个观察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就是 从前后来看的话 今年是最大的一次 在这之前有过 但是没有这么大规模 这就跟去年从去年开始 就自焚的案例突然增多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个自焚的案例 在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 你特别要注意到的是 就是当自焚发生以后 在藏区中共所采取的措施 是并不是想办法消除 造成自焚的因素 而是加强造成自焚的因素 就自焚是因为受到压制 结果呢 他们反而去加强压制 这实际上呢 就是等于是激化矛盾 所有的措施在整个藏区 不仅仅在西藏地区 实际上是在整个藏区 包括特别是在那个 青海啊 四川啊 那些藏区 采取的这个措施 要更加严厉 所以呢 这个矛盾在不断地激化 这样的话呢 才造成了就是这么 这个持续不断地 非常严重的资本事件 这是一个 刚才呢 就跟葛卡扎奇谈到的 一个年龄的问题 这个呢 其实我们在大陆上 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在这个内地也能看到 就是内地的 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 也是几乎全部都是 在共产党统治以后出生的 然后在内带成长起来的 也就是说 不管是在内地 还是在藏区 其实中共的统治的政策 都是失败的 它等于是在这个统治的 在藏区统治的53年 和在内地统治的62年当中 它不断地制造出新的敌人来 这个只能说 是中共统治的一个失败 那我们看到自焚这个事情 实际上在纽约时报 已经报道了 它自己本身也非常关注 当时它的统计 那时候报道的时候 还只有19起 目前已经上升到27起 那么当时在这个 他对这个哥伦比亚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 现代西藏研究计划主任 这个罗伯特 巴尼特 进行采访的时候 他总结出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说新年 这个西藏僧侣的 这个自焚的话 已经不仅仅是 僧侣的一个自焚了 而且是其中表现在 这个信徒 而不是这个僧侣 或是过去的这个僧侣 您对这样一个特点的话 我不知道这个嘉宾有什么分析 是那个巴尼特教授 他因为长期研究西藏问题 而且他那个分析 我也非常同意 因为那个以往的话 在80年代 西藏地区的那个抗议活动 比较集中在拉萨地区 那现在这个延伸到 西藏东部地区 而且参与的人数当中 有农民 牧民 僧人 而且不仅是在阿巴地区 现在蔓延到西藏四川的巴汤 还有长都地区 而且不仅是僧侣 还有那里面俗人 所以这一点 如果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人来看 这一切证明了 因为中共通常宣传 在西藏时 老百姓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西藏有自由 有人权 我们花了几十亿的 财经的资助 难道西藏的问题 是用经济来解决吗 所以从藏人的观点来看 现在最要紧的是 因为藏民族生存的问题 如果需要藏民族生存 你不能不保护它独特的宗教与文化 所以现在在西藏境内的情况是 我们没有权利 而且没有机会去保护这么一个 独特的宗教与文化 如果没有宗教与文化 西藏的性质特性就没有了 所以境内的那些藏人 因为59年发生抗暴的时候的那一代 已经过去了 已经没有了 现在新一代人连续这种自焚的事件 代表了西藏的奋斗是世世代代的 再加上海外藏人 您大概知道最近在联合国 有三位藏人 两位是来自印度 一位是来自美国 明尼苏达州 他们直到今天 已经才绝食了20天 他们的诉求也是一样 所以这一点证明 因为年龄的巴纳特教授的分析 他非常有道理 我身为一个藏人 非常同意他的说法 那么究竟生存的权利 刚才您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藏人的诉求 在里面有一个生存的权利 和对文化的一个冲击 我想这个含义的话 不仅仅是简单单几个字 所能涵盖的 一会有时间的话 我们还继续来讨论 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我想针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是不是只是藏人的问题 还是与所有的团体 与华人有没有相关系 我知道盛雪女士 是今年310 请华人发出正义呼声的 这篇信函的发起人 我想请盛雪女士 谈一下您的感受 不能够说去我是发起人 因为实际上 我只是在具体的操作 如果讲发起的话 应该说是 所有连属的这些团体 共同发起 那么就像刚才 另外两位嘉宾所讲的 就是现在西藏的局势 可以讲是越来越急迫 越来越危险 特别是这种连续 不断自焚的情况 我相信真的是 考着着每一个人的良心 那么在过去的 这么多年当中 应该说华人 整体华人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汉人 和甚至包括海外自由社会的华人 其实对藏区的这个关注 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海外的一些民主人士呢 事实上 关心西藏问题呢 应该说已经有了 差不多将近20年的历史 但是呢 仍然是不够的 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呢 由于尊者达赖喇嘛 他特别是发出了一个新的呼吁 就是说要跟更多的华人接触 要让更多的华人认识西藏的真相 能够有更 就是说能够有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渠道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呼吁之后呢 海外很多地区的华人 特别是以民主团体为主 那真的是做了很多的这样的努力 那么这一次310的呼吁呢 也是这个整体努力当中的一部分 因为在这种 不断有藏人自焚的 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呢 刚好就是一连串的 其实是一连串的这个事件 对吧 包括在2月22号的时候 那个藏人的那个绝世行动 也有很多华人参与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也特别是一些 海外的民运团体就商议 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 去表达出我们的一种 正义的这种声援的呼声 所以就想呢 能够有一个征集 这个华人团体的 这样的一个公开呼吁的联属信 发出之后呢 确实这一次获得了很不错的回应 像那个 公开扎基先生也提到了 就是他印象当中呢 是有史以来 就是最多的华人团体 就西藏问题的这个联署的 发出这样的一个声援 甚至我也在想 可能是甚至包括其他 很多议题在一起的 像有这么多的团体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连数一份共同的声明 很少的 那么在这当中呢 我们主要是想表达 这么几个意思 一个是呢 我们知道在中共这样的一种 高压和残酷的统治下 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汉人 他们呢 确实是出 由于种种的这样的限制和危险 很少人敢于公开的 正常的去关注 激荡的这个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局势 发出一个这个声援的呼声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在海外有四千万的华人 而这四千万的华人 是生活在 有民主自由平等尊严的 这样的社会环境下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真的应该想一想 闷心自问 藏族同胞 他们在自己的家园 反而要遭受着专制 暴政这样的奴役和压迫 所以针对这样的局面呢 我们认为华人不能够沉默 必须要发出声音来 那么这一次呢 我想呢 确实是带动了 不少地方的一个华人 能够意识到 在这样的时刻 要站出来 要公开的表达出来 特别是有 甚至有那个中国大陆的团体 也联署了这份声明 当然包括像美洲 欧洲 澳洲 亚洲 还有那个香港地区 台湾地区 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信息呢 我希望能够真的传递进 中国大陆内部 特别是传递到藏区 那让那些那个藏民呢 他们也知道 他们不是孤独的 他们不是 好的 那我知道的这个联署性的话 最新的消息已经有 应该好像是76个团体的进行联署 这个规模的是非常的浩大 那么好的 那我们还有这个 其实呢 在节目早早就有观众朋友打来电话 我们还有这个半分多钟时间 我们把这个留给大陆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我对 首先我对53位赞人同胞 他们离去表示重心而惋心 第二点呢 我觉得 中共领导西藏地区发生房间复利变化 我想一下 如果没有中央政府长期对西藏的经济援助 竟然有今天的生活吗 是吧 第三点 打老妈 为什么搞乱西藏 首先 看上西藏乱 恢复中世纪的龙奴制 维吾 中世纪的黑暗专制 统治 我赞同胞 以前他们地位 已经放在饭店铺里变化 是与余之正的 以前不能比的 好好好 谢谢 我们由于时间关心的 我们要先进一看广告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 藏人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 我们今天我们探讨话题 藏人抗暴50载 西藏路在何方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回来讨论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藏人抗暴50载西藏路在何方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我们继续刚才的讨论 刚才有观众朋友打来电话 提出两个比较问题 一个是没有中共西藏 怎么会有这么快的发展 第二个是达了 希望西藏乱恢复到浓诺制 我先请公长扎希先生回应一下 我非常高兴透过这样的节目 能够听到道路朋友的声音 张先生身为道路境内 因为他了解讯息的一定是不彻底 因为他讯息管道就比较缺乏 所以张先生讲这种话 我并不惊讶 但是今天既然来到这个节目 我简单回应一下张先生的两个说法 张先生刚刚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 好像讲达赖喇嘛是想乱西藏 然后达赖喇嘛想恢复浓诺制 这可能是因为张先生 因为长期听到了中共大力宣传的一个成果 一个结果 其实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 以及西藏人民的政治主张 如果仔细去关注的话 并没有伤害汉人的利益 达赖喇嘛是愿意留在中国境内 但是为了要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 藏人必须要有一种自治的权利 而且直到目前为止 从59年到现在 西藏为什么没有发生暴力事件 就是我们达赖喇嘛的 由于达赖喇嘛的教导 因为经常就强调非暴力性 以及理性的原则 就因为这个原因 西藏人民就学到了达赖喇嘛的那种 客观理性跟发本的角度 所以张先生刚刚讲的那个 可能是因为张先生不了解 或者了解了故意讲这种话 所以张先生有这样的看法 我并不惊讶 但是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节目 了解真实情况是 对汉藏两族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想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其实说起刚才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没有中共怎么样 西藏有这样的发展 我想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中共对西藏的实际上是开枪 进行了一个镇压 在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话 在这个之后1月24号 就是第二天负责西藏事务的 这个中国统战部的副部长 朱维群就在这个德国的柏林 进行就是接见媒体的时候 他说过一些话 可能跟刚才的张先生提出的 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没有中共在藏区地区 进行投资改善当地的生活 并继续的用中国 就是没有中共的 那么哪来的西藏的当时的今天 所以当时他的这个讲法 我想就这样的两个问题的话 同时也听听在线上的 盛雪女士的看法 盛雪女士您 他们为什么也生活的这么美好 是吧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澳洲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的人民 都要比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 更有自由 更有民主 而且生活得更加富足 那么如果说今天的西藏 是由中国共产党建设的话 那么只能说张先生 他是被共产党洗脑得太彻底了 我特别希望 特别期待 像张先生这样的人 如果说真的关注西藏 真的关注藏人的命运 稍稍下一点功夫 去重新更新一下自己的信息 那么更新了信息之后 再对这些问题调整看法 因为这是第一步 否则的话很难有一个 真实的接近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想谈一下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经济问题 今年西藏的财政预算的五分之一 用于派人下去搞维稳 就是说五分之一作为维稳经费 财政预算的 所以说给西藏输血 输的是什么血 输的是中共能够维持在那里统治的 并不是说它的目标是提高藏人的生活 这是第一有很多东西是不需要的 你像这个以前每个省帮拉萨建一个大的建筑物 建一个巨大的会议厅 要那个会议厅干什么 藏人的生活不需要会议厅 不需要这么大的会议厅 那是共产党开会用的 所以这个大笔的金钱投到哪里去了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人家要什么 你给人家的 你现在以这个话说 我给了你很多钱 问题是如果人家根本对于生活来说的话 文化和信仰比钱更重要的话 人家追求的是 人家不是说人家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 人家是要追求信仰自由 人家是要想保留他的文化 你说我给了你这么多钱 你用头不对马嘴 那不是人家要的东西 这是关于经济方面 关于这个农奴制 说是恢复农奴制的问题 现在西藏联王政府在印度达兰萨拉 是民主选举的 我想这是中共不愿意让西藏 整个流亡政府回到西藏的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他想保留在整个中国大陆的 中共的统治范围之内 不能有任何一个民主样板 现在有了一个台湾已经够呛了 再搬一个这个西藏流亡政府的 民主选举的政府回来的话 他的头就更痛了 而且是立刻就回到了这个国家内部 所以你讲这个农奴制 再一个农奴制 农奴制的这个思维方式 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 就像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就是阶级斗争啊 地主和农民的斗争 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 这种说法一模一样的 直到我们最后才明白了 实际上在中国的农村 绝大部分地区 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 地主和农民生活得非常好 就是共同生活得非常好 所以后来才发现 什么刘文才啊 什么收住院啊 全是编出来的 那么作为一个大陆的人 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大陆所讲的 过去的阶级斗争都是编造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你就会相信 在藏区那样子的事情 就不是编造出来呢 因为绝大部分藏人 实际上跟绝大部分这个 汉区的这个农民是一样的 是自根农 绝大部分藏区农民也是自由农民 自由牧民 是这么一个社会 你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去 把内地和外这个藏区全都要划分成 什么奴隶制 什么封建制 什么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一定要按照这种来划分 这种划分的方式 本身就不符合中国国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一个是信息来源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实际上就是说 愿不愿意接受不同的思想 说句老实话 大陆很多人出来确实是受这个影响 我以前也不知道 但是呢 现在信息已经比较开放了 你可以去寻找 用各种信息 你比较一下 看看哪个更合理 总有一个你会觉得合理的 毕竟一个就是认识真假 伪劣的这个基本能力 应该还是有的 我稍微补充一下 关于投资的部分 因为一提到 虽然那个中共政府所宣传的数字 是一向是不可信的 但是呢 从藏人的立场呢 是西藏需不需要建设呢 我们并不反对西藏建设 但是西藏建设的同时 你必须要注意到 这个建设 是不是合乎西藏人民的意愿 对于西藏人民有没有利益 所以现在西藏 急需要的就是 农牧地区的教育 以及医疗条件 这一方面 中共做的实在是太少 那其他高楼大厦 那些建筑呢 对西藏人民实际的利益呢 是不是有好处 并没有什么好处 这是我们一直关注西藏 我们都非常清楚 那有没有大量投资呢 我相信有投资 但是从这个呢 中共所宣传的那个不切实际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证明 因为八十年代 当时的那个中共总书记 胡耀邦跟万里 在视察西藏的时候 在西藏自治区的一个大会上 公开说了 我们中央拨了那么多的 几亿的投资 难道你们丢在雅路账不降吗 这就表示了什么 中央拨了钱 能够到西藏吗 这就是一个问题 虽然有投资 但是从西藏开发资源的那些收入 谁拿走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再说一句 就是投钱不能成为 消灭人家文化 和剥夺人家宗教信仰自由的 一个替代品 其实这个文化的部分 我觉得一会儿的 我们还会更深入地讲一讲 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在线上 不想让他等得太久 我们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是山东的许女士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 许女士您请讲 你好 我觉得就是中共 就是说的一些话 真的非常可笑的 他说达赖喇嘛 煽动民族投费 那样的话 如果西藏人民生活得非常好 达赖喇嘛 我觉得也煽动不起来 就是说中共 就是说的这个话 非常的可笑的 本身嘛 就是说这个西藏 这个事情 本身西藏 我觉得就是一个 独立的一个国家 但是被中共侵占掉了 侵占掉了 以后就是你看 就是要说 藏人为什么要自费 藏民如果生活得非常好的话 他能自费吗 我也呼吁就是 藏民你不要自费 因为你再自费 就是也不能打动中共 中共它本身就是一个 以党专制独裁的一个政府 就是说 它的心比蛇蟹还要很毒的多 就是说 其实呢 我觉得就是西藏人 就是应该就是站起来抗暴 但是中共就是说 这种血腥的镇压 就是我希望国际社会 能够就是阻止这样的暴行 就是你看就是在这个 就是2008年的3月14日 中共就是对于藏民进行血腥的镇压 就是我希望这个国际社会 真的就是应该站起来 就是帮助我们中国老百姓 就是抵制中共的这个暴政才行 就是你看就是藏民 就是不管是藏民也罢 还是能够1989年的那个六四也罢 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就是 就是手无寸铁的 就是你看这个西藏这个事情啊 就是我绝对就是说 藏民再自焚就是说也打动不了中共的心 我不知道你们对我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好好的 谢谢徐女士 一会儿呢 我们会综合的几个观众朋友的问题的话呢 一起来进行回复 那么吴都月我也就是说 提起这个不要再自焚呢 我们知道这个藏族这个女作家维瑟的话 和另外两位这个藏人的话 同时用藏语英语和汉语呢 三种文字在7号就是3月7号的话呢 在网上发表了呼吁书 欲请藏人债务自焚 压迫再大 也要留住生命 好我们再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纽约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喂 大家好 我请问一下专家和这位 主持人先生的一个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们就是我们 我从我自己的观察来看 有时候我经常到坦人街嘛 到那个法拉圣嘛 法拉圣看见你们的那个 这个报纸啊 放在旁边的明慧报所报啊 你有没有看见那几个 比年纪比较大的女人 在那里派发 在坦路的来来玩玩的人 有的人就用你那个 恶恶的那个眼光 把他瞄死一下 他说拿一张报纸 拿一张报纸 拍一张报纸 看看报纸 都没人要 很少人 我看到十个人走过 是没有一个人要 他们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你们的电台 我是中间人啊 也不是你们我们 我也说着说 就是我做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一个 就是一个中国人 那个 陈先生我们时间非常有限 您可能还有23个问题 您大概还有20秒时间 任逊你说完 您您加快 好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关于西藏问题 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国家 它历来是有清朝 什么都是一个历来 是一个地方 一个抽签都要经过 这个朝廷的鉴定了 因为为什么 西藏它得到 其他国家每一年 四五百亿的资金 它留完政府资金的支持 所以说 这个等于第五军队 第四军队 一直在困扰了中国的发展 其实西藏解放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 是得到发生的 只有高层 好 谢谢陈先生 因为您的时间占用太多 我们每个观众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下次请您经验一些 您提五个问题也没有关系 那我们再接几个观众朋友电话 加入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我认为是这样啊 西藏如果老师要看那个汉人的颜色 那是不对 因为汉人都是有中原的思维 就是帝王思维 帝王思维就是 当皇帝的弟弟杀哥哥 儿子杀爸爸 所以在这种心理啊 西藏应该自求 他独立自民自杰 要独立起来 要老师想说 我自治区 自治区又怎么样 唯物有主啊 在那个新疆啊 七八百万 因为汉人整个 把他往那边去送 在新疆可以听到过程的口音 但是事实上 他们也没有充分自语 所以西藏如果还在 祭祝说 在东口啊 他不愿意想要 风发出去啊 这个是在摇尾巴 就好像古时候的 借助荣原自我免死啊 这种都是梦想啊 共产党 他成绩的就是帝王的思维啦 不要老是在一天到晚 去做梦 要想说 他能够对我怎么样 对我怎么好 看脸中原的思维啊 不可能让你有这样的 他把西藏啊 这威博组 这些都是 等于是外邦点的 都是上都三等国民啊 所以我觉得啊 不应该 要存这种心理 要求这个 自民自杰 要成立起来 香港回归以后 香港现在是怎么样 面目前回 另外台湾的 如果跟香港一样 也是会面目前回 所以我记得 好 谢谢陈先生 那个 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们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还有几位观众朋友 在线上 我们先等一会儿 再接观众朋友电话 先请呢 这个嘉宾呢 对这个 这个观众朋友 提出的问题的话呢 进行一些回应 我想先请这个 盛雪女士回应一下 好不好 不管什么地方的华人呢 其实我觉得啊 在很多人身上呢 其实都还有一些 这种对 雇国的这种情怀吧 那么也很关注 包括所谓 祖国的统一啊 这个西藏人的这个情况啊 还是很关注的 但是呢 在观念当中 就是有很多的误区 比如说还是那个 第一位的那个 张先生讲啊 说是什么达赖喇嘛 他是希望西藏乱啊 这个好像海外的 这个藏人流亡社会 倒反而是不希望 西藏能够有一个平 和平稳定的 这样的一个社区啊 等等的 其实要稍稍动一点脑筋 想一想 谁最希望西藏乱 实际上呢 恰恰是管理西藏的 这个中共的上层 当然不可 可能不是这个 最高的核心阶层 可能不是说 这个胡锦涛 温家宝啊 希望西藏乱 但是不要忘了 像包括这个 从这个整个 这个 他这个 部级以下的 这样的一个 整整的一个产业链 他们恰恰是靠 管理西藏来吃饭的 这样的一个统治层 有多少人 这个产业链上面 养活了多少人 包括这个 整个这个区域当中的 像军队安全方面 这个特别是宣传方面 是不是包括这个 歌颂中共在当地统治 包括这个行政 行政这一块 武警 国安 司法 像还有官方的 这个许多的 这个形象工程 甚至包括贪污 那么在这些领域当中呢 可以说 至少也是几百万人 那么 那这一个领域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这些利益 这些人员 其实呢 他们是希望西藏乱的 因为恰恰是 他们要靠 基藏这个不断的有事情 然后他们不断的 向中央要求拨款 然后才能够养活 他们这个整大 整个这样的一个大的产业链 好的 那我们时间也非常有限 一会儿很快 大概一分多钟 就会进入休息时间 我们先请现场两位嘉宾 对观众朋友的 这个刚才的提问 回应一下 是 那个刚刚 在那个山东的徐女士 还有加州的陈先生 他们正面的回应 我不再重复 因为大家都听了 那刚刚那个纽约的陈先生 他因为很有中国情 这个我们也作为一个汉人 我们也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你真的关心 如果你真的把西藏人 当成是一个兄弟民族的话 必须要了解 西藏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所以西藏问题 并不是突如其来发生的 从1956年 因为1949年 共产党成立 然后1956年 开始在西藏东部地区 所谓实施 土改民改以后 那对于老百姓的压制 这样才能 西藏国的产生 好的 时间关系 我们先进下广告 一会儿请您来继续分析 好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 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藏人抗暴 53载 西藏 路在何方 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讨论 不要走开 好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 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藏人抗暴53载 西藏路在何方 欢迎您不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我们继续刚才讨论 继续请公卡扎西先生 进刚才的分析 把他话讲话 所以那个 因为陈先生对西藏的了解还是不够的 所以我一直在讲 要真正关系西藏问题的话 从五六年开始 到现在在西藏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因为杀死了多少人 逮捕了多少人 破坏了多所寺庙 那最近在西藏东部地区 人家声援自焚事件 举行示威游行的时候 那个中共军队啊 当着西藏人民开枪 难道这些陈先生都不理解吗 对不对 所以要了解真相的话呢 你不断地去关注西藏境内发生什么事情 你也并不一定要听光是藏人的声音 中共怎么样宣传 国外媒体怎么样看 到底在西藏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下一个结论的话 比较呵护实际的情况 否则你光听一些中共的宣传 然后用情怀的方式来讲这种话 那对于事情是并不了解的 并不透彻 我想谈一下 刚才纽约的陈先生谈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报纸 我想它说的是大纪元时报 我想大纪元时报 新唐人电视台 是中文媒体当中 海外中文媒体当中 一个独立的声音 不受任何人影响的 所以如果你想看不同的内容 想听不同的声音 那你总会去看 总会去看 自然有人会去看 如果有人专门就想看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话 那么他就去看人民日报海外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对不对 我想陈先生也是看新唐人电视台的 所以我觉得新唐人电视台的观众还是有相当多的 包括大纪元时报的记者也会 读者也会有很多的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陈先生讲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讲西藏清朝的时候 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在讲的是保留西藏的文化 就是藏人为什么要自焚 这是其实牵涉到什么呢 牵涉到一个文化灭绝和一个宗教信仰灭绝的问题 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共的这个统治 所以你别提到这个扯到西藏在清朝的时候 他的归属问题和今天我们讨论的其实不是同一个话题 你不能说别人一提出来要自由 要有信仰自由 要有言论自由 你就说人家要分裂 这个这不是同一个水平的问题 根本就不能够在一起讨论 只于说西藏的归属的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去查很多资料在海外很方便 我们不想谈这个 就topic不要混淆起来 所以刚才这个山东虚拟是说的很对的 就是说其实你在西藏已经统治了53年了 如果说历史给了你机会的话 是给了你机会在那里表现的 给了你机会有50多年来争取人心 而且争取的是你在你统治下长起来的一代人 你没有做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历史给他机会 他没有用到这个机会 他放弃了这个机会 所以不能说他做错了 然后说再往历史前者是 曾经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一定要讲清楚 就是说它是中共的统治所造成的 现在的现状 你不得人心 你怎么去想用暴力的方式 让人家来听话 花这么多钱 每个村子 每个村子都要派工作组 寺院里面现在成立党支部 你说哪一个有信仰的人 我想我们听众里面有很多是有信仰的 不管你信哪一种教或者是信哪一种宗教信仰 你能容忍这种行为吗 还挂领就像 对 还挂领就像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这个家庭教会 他宁愿这个在受迫害 他也不愿意到中共办的教堂里面去做礼拜 为什么 就这个原因 因为真正有信仰的人 他是不能够忍受对他信仰的侮辱 而且要把共产党放在一个无神论的统治者 放在他的信仰之前 使人家是不能忍受的 不仅是藏人不能忍受 我想汉人当中有信仰的人也都不能忍受 刚才说起这个对民族文化的侵律 不能忍受 我想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挂领袖像 您作为藏人的这个真实感受是什么 为什么在内心是一个不可容忍 对 那个因为我常跟从境内来的人打交道 因为这个对于西藏境内的人 在心理上打击非常大 为什么说呢 因为凡是关注西藏问题的人 大家都知道西藏是一个宗教色彩 非常浓厚的一个民族 对不对 因为他的生活的层层面面 都是跟佛教有密切的关系 那西藏人尤其是在寺庙里面的僧团 在身上穿着袈裟的人呢 把藏民族达赖喇嘛 把他当成为观世音菩萨的画像 所以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你把在寺院里面 寺院我们把它称之为僧团 在僧团里面不准悬挂 您认为观世音菩萨化身 达赖喇嘛的画像 反而把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把领袖向送进去的时候 这个对于信仰的一个打击非常之大 所以这个呢 虽然在西藏境内的人民不便说 无权说 但是这个证明了对内心 好像是刺了一把刀 所以这个就等于间接变成了 中共所谓的加强了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政策 因为这个对于西藏稳定有帮助吗 更没有帮助 因为你不尊重别人的信仰 不尊重别人的宗教 因为其实在僧团里面是要学习佛法 你把它建立好学习佛法的环境 机会图书馆都不能 你偏偏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要批判达赖喇嘛 那您能取得藏人的心吗 如果你不能取得藏人的心 哪有和谐的社会呢 哪有稳定的社会呢 所以这所有的责任 就是归咎于中国共产党 刚才我听过您的描述也明白 就像心脏上刺上一把刀 有一种弯军透骨的感觉 那同样一个类似的事件的话 其实我自己也想一想的话 如果是因为是生活在汉人的地区 没有在西藏生活 但是我们已经因为想起那时候的 如果挂领流巷的话 已经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事情了 那么现在如果在强迫 在汉人的中原地区 强迫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想肯定反弹也会非常大的 您说为什么政策不应 我想每个汉人都应该想一想 如果说硬叫你家里面 要去挂这四个人的相 你心里什么感觉 那还是那是汉人 当然还有一个刚才我还谈一下 加州陈先生谈到了一个问题 我想我可能有一点不同 不太相同的观点 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汉人思维的问题 你知道吧 这是一个共产党文化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从这个文化程度上 一个民族的存在 它是和它的文化和它的传统 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藏人的文化 这么要紧 这个信仰这么要紧 汉人其实也是一样的 只是说汉人这个文化被侵蚀掉了 被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 把它破坏掉了 破坏掉以后 然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党文化系统 所以现在这种就是对其他民族的这种 特别是宗教信仰的这种迫害 和文化的这种侵蚀 它并不是来自于汉文化的 并不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神传文化的这个部分 而是来自共产党的文化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实际上是西方来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 先毁掉了中国文化 然后现在再去毁西藏文化 藏族文化 这是这么一个过程 并不是说汉文化要去侵蚀西藏文化 我觉得我这点可能有点不是很同意 就是加州陈先生的观点 好的 我们再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纽约的司马女士 司马女士您好 我第一件事要是要非常赞同你们刚才说的 讲的挂这个共产主义的领袖的像 就是我们 我是一个百岁老人 所以我很尊敬你们这几位年轻人 你们所 你们出生在那个共产党时代 你们脑子里也受过共产党的思想 我是从民国时代出生的 我经过共产党时代 我现在也逃亡了 那么我经过的东西 经过见到的事情比你们多 所以这讲历史方面来讲呢 我觉得你们刚才说的 那些关于西藏什么抗暴的问题了 西藏唯一的办法 不但是西藏人受欺负 受残杀 受虐待 我们汉人也一样受罪 像从前有一位文学家 胡适之先生说 共产党来了 他不但要你说他说的话 而且你没有权利不说话 那么现在讲起来呢 藏人自焚 我非常心痛 因为你在死一万个藏人 他也不会心疼 他恨不得都杀死你 你不听话 他就要杀你 用干地的那个方法来让作同情 你像联合国那么些个人 那个这个藏包在那儿绝食 你以为找的他们会同情会感动吗 不会的 你说以为你在那儿绝食 别人就会援助吗 很难 有人援助 但是不是很多人 因为他们都会很自私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取消掉共产党 才有办法 他不但是虐待那个西藏人 我在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 新疆 青海 西藏 蒙古 都是非常自由的民族 他们跟的生活 跟汉人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那个时候的政府也没有管 完全没有管他 但是我小时候听说了 有一个猛葬委员会 这个就是做一种政治上的联络 他们有要求 有要帮助的时候 他们就通知他们 双方才联络 不会有管理他们 压制他们 更不会反对他们的信仰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小时候听说 有五族共和 现在你还说 挂他们的像到庙宇里头 绝对不可能 我小时候到那个葡萄庙里头 我看庙宇里头 好 谢谢 谢谢司马女士 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 那么我们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还有几位观众朋友 都在线上 我们希望给他们的机会 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 大陆的陆先生 陆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我家里面有一本书 叫做西藏生死书 不知道嘉宾看过没有 上面也是写得很详细 西藏人主要是信仰 那种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 它是一种很高的宗教信仰 就是一种信仰 藏人他们就是信仰 那种生死轮回 然后人是有业力的 然后要低格 要消业 然后在海外媒体 也看到 其实达赖喇嘛 它是一个主持西藏 那个中间路线 它就是希望西藏能够 实行真正的自治 而不是中共所说的什么 农奴制啊什么的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中共是要 主要它是要控制西藏 而另一个方面呢 经济的发展呢 并不能给你吃饱穿暖了 就是把你的信仰都扼杀了 那这个人还能算作人吗 人是要有信仰的 没有信仰 这个人就跟猪一样 跟畜生一样了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陆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 纽约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你好 刚才那个司马女士和恒和都提到了 就是说实际上共产党呢 它并不是说只是对西藏文化进行灭绝 实际上共产党呢 对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 它都是处于一种 就是说斩草出根的状态 因为它共产主义 它就要建立它自己的一套信仰 所以说呢 我个人呢 有一点不同意 刚才恒和先生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说 把西藏问题单独拿出来 还是要跟西藏的独立 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西藏的归属问题 否则的话 你要具体要说到共产党 它对于传统文化的灭绝 当然指的不仅仅是西藏文化 对所有文化都是一种灭绝 所以说呢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还有一个我想提一个问题 就是当年 我记得就是说 西藏抗暴的时候 为什么西藏的军队 它都集中在昌都那一线呢 它为什么不能用西藏那么大的纵身 去和那个解放军周旋呢 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说 所有的军队都集中在昌都 那么昌都这一战一半 那它所有的藏军 基本上主力部队全部都败掉了 我请那个西藏问题专家 他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原因 当时为什么这一战要这么打 好 谢谢李先生 我们还有几位观众在线上 我们可能由于时间关系 不能接听您电话 我们先请这个现场的嘉宾的回应一下 简单的回应一下 刚刚几位 对 半分钟的时间 因为大陆陆先生讲的我非常同意 因为现在问题是 如果我们讲到西藏归属的问题 这是牵涉到历史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强调历史 西藏历史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但现在达赖喇嘛跟藏人的诉求 西藏并不争取西藏独立 这并不是来到别人的压力 而是我们的自愿 现在是为了能够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 我们所争取的 就是能够获得真正的一个自治 因为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保护自己独特的宗教与文化 所以这个政治诉求 并没有影响汉人的利益 所以在汉藏关系上来讲 目前达赖喇嘛跟藏人的诉求 是对汉人是最有利的 好 那恒河先生回应一下 我只是回应一下 刚才纽约司马女士 她说得非常正确 就是说西藏问题不可能独立解决 西藏问题解决肯定是有赖于 在中国就是取消共产党 就是说共产党解体以后 那么这个汉藏才有可能坐下来 至于怎么谈 怎么谈都比共产党统治的时候 消灭人家的信仰好 就是怎么谈的话 至少能够保留这个西藏的文化 至少没有人去干涉人家的宗教信仰 这点是最最起码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是一个解决所有跟中国相关的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基点 我想针对西藏的问题的话 海外也有很多的发出不同的声音和理解 那么著名的影星李察基尔的话 就对此做了一个讲话 但是今天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放了在新唐人电视台新闻中您可以查阅 那么还有最后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我想今天我们的探讨的话题是 藏人抗暴53载西藏路在何方 究竟路在何方 我想每位嘉宾半分钟的时间 先请郑雪女士 刚才两位嘉宾讲的那一点 我特别认同 就是说西藏的问题实际上是不能够孤立得到解决的 就是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政权 它不可能给任何族裔 任何族群 任何群体 任何力量 任何人以独立自主的权利 所以要解决西藏问题 确实同时必须解决中国的这种 共产党专制制度的这个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华人是肩负着更多的责任 好 共感张希先生 现在是这样子 因为我身为一个藏人 现在藏人跟汉人面对的那个政权是一致的 所以我也非常相信 今后中国民主化之后 西藏问题更容易获得解决 因为藏民族的利益 因为那个关系到藏民族本身的 那个民主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中国民主化是 解决西藏问题唯一的一个办法 因为达赖喇嘛曾经强调过 西藏有一句话 就是可以治百病的一颗药 这就是要中国民主化 真正的民族自治 是取决于共产党不存在 好的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时间非常的紧张 观众朋友打电话非常热烈 那么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 藏人抗暴53载 西藏路在何方 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生存的环境 面对着一连串的自焚的事件 西藏的自治区的主席 还面对媒体公然说 自焚不存在 面对这样的政党 您还相信吗 可以说西藏人在路漫漫 无将在上下而求索 究竟路在何方 恐怕在我们所有藏人 还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之中 好 非常感谢今天现场的 节目将有公卡扎一先生 横河先生和在连线的盛雪女士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